打开窗帘就能眺望淡水合景 甚至把温泉都搬来 能泡泡美人汤 靠近我们的大自然 所以我们的温泉区 做的一个是一个野稀温泉的味道 背山望海打造自然养生环境 抢攻高端客群 更喊出今年推案量冲上573亿元 今年是选举年 而且是整个的这个市场 慢慢的回温 利率还是在低点 这种状况之下 19年我们预估 价格可能会微乎的上扬 豪赌推案 不过要南下恐怕没这么简单 高雄知名地标85大楼 以底价80亿40万元 挑战一拍最终失利流标 估计二拍将打八折 调降17亿元 你不要这样事 你不知道这市场能暖 所以就先做嘛 整个房市是一个价格问题 不是没有买盘 是有 是想买的人 他不会去追价 想卖的人 他很坚持 他就没留 另一头俗称 50层大楼的 长股世贸联合国大楼 办公室成交价格 每瓶只有8.6万元 即使是成租 每瓶租金都不到190元 低于行情的250到500元 还不止高雄台中 同样惨 278万 你知道那个租金只能租多少钱 台中啊 台东大到罚幣的话 租1000块 台东市的办公室可不可以 你不是说台北市办公室好吗 我说台北市好 没有说中南部好 强劲中南部 也得看市场需求 撑不撑得住 才能走下去 东森财经新闻 本总和报道